为了对标苹果A18 今年高通和发哥不约而同的加快了旗舰SoC的进度 根据目前消息来看 TN9前4会采用X925加A725的全大核设计 而高通的骁龙8近4则会采用高通全新自研的Orion内核 这应该是继骁龙820之后 高通首次在移动端重回自研CPU架构了 当然首发搭载Orion核心的骁龙处理器 其实并不是骁龙8近4 而是面向于PC市场的骁龙X Elite 这次高通也是联合了很多OEM大厂 推出了基于该平台的笔记本 这波Arm for Windows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首发搭载骁龙X Elite的Yoga AR-14s 骁龙AI远起 看它的性能续航表现到底如何 按照惯例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机子的配置规格 14英寸2.9K 92自ORI的面板 骁龙X Elite X1E 78-100 32GB LPDDR5X 8448MT-S板载双通道内存 1TB固态硬盘 PCIe 4.04速 电池容量是70瓦时 实测重量是1.29千克 骁龙X Elite这颗处理器啊 其实在去年骁龙峰会上已经是发布过了 和八进三一样 基于台积电4nm工艺 采用自研的Aron核心 但是和之前高通面向PC之上的84X系列大小核设计不同 这次X Elite拥有完整的12大核 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频率 不像苹果M系列那样通过阉割大核数量来区分 比如说这个超大杯 CPU多核最高频率是3.8GHz 单双核最高锐频是4.3GHz Argino GPU算力是4.6TFLOPs 我们手上的台Yoga AR14S 处理器型号是XEE-78-100 CPU多核最高频率是3.4GHz 取消了单双核锐频 Argino GPU算力则是3.8TFLOPs 频率更低一些 当然理论分值性能也会更低一些 比较适合超轻薄本使用 处理器的缓存都一样 是42MB NPU最高算力均为45TOPs 内存最高支持LPDDR5X 8448MT-S 内置骁龙X65基带 支持WiFi7和蓝牙5.4 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Gaybench 6单核是2418 多核是13631 相较于MR芯片 单核稍逊一筹 但是多核性能则是明显领先 同时也是要略强于最新的M4三大核版本 因为我们这次拿到的是工程机 量产版本上可能分数会有些差异 CPUZ我们分别测试了两个版本 ARM原生版本 单核是688 多核是8248 X86版本 单核是487 多核是5868 非原生支持的话 大概有29%的性能损耗 CPUZ目前只能跑货ARM原生版本 X86版本会闪退 X-Elite单核是107 多核是1021分 关键是离电状态下的测试 CPUZ基本是没啥性能衰竭 单核是106 多核是107 可以认为是测量误差了 不得不说台积电4nm加12个大核设计 低功耗区间下这个多核性能是真的不错 对比限制的28W功耗的Auto 7 155H 对应多核成绩是622 7840S多核成绩是717 还是领先很多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目前主流测试工具 还无法读到X-Elite平台的功耗 官方提供的功耗区间值仅供参考 GPU方面 在3DMark WideLife Extreme测试中 Igeno GPU的成绩是39.05帧 大幅超越了AMD的780M 接近MR 理论上 GPU频率满血版本的X-Elite会更强 算得上是强力和解了 当然啦 ARM平台Windows本的主要问题 还是游戏的适配兼容性方面 我们也是测试了几款网游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米哈越的原神星铁 竟然都能直接运行 原神1080P分别率 虚密地图跑图测试 高画质预设的情况下 只能跑到平均37.3帧 看来直接跑X8的游戏 效率影响还是挺大的 想要全程流畅 得调到低画质 此时平均是58帧 不过跑图过程中 经过某两个固定的湖泊点位时 会出现游戏卡四的情况 大概率还是兼容优化问题 星体的表现和原神几乎一致 1080P高画质平均是37帧 低画质平均是58帧 DOTA21080P分别率 加最快渲染 平均帧率是76帧 CSGO21080P分别率 加低画质预设 平均帧率是104.2帧 1%Low帧为67.1帧 英雄联盟可以进入客户端 但是一到游戏界面 就会发生闪退的情况 赛博朋克2077 1080P分别率加低预设 平均率是29.8帧 关于ARM处理器 在Windows平台的游戏兼容性情况 大家可以登陆这个网站查询 总的来说 骁龙X-Elite CPU性能表现 属于是超预期了 12个大核加持下 CPU低功耗区间的 多核性能表现优秀 对于轻薄本来说 非常友好 Argino GPU理论性能不错 跑热门网游 在1080P低画质情况下 处于一个流畅能玩的水平 但是兼容性适配这款 任重而道远 除了CPU GPU性能 这两年 随于AI相关应用的大爆发 NPU也会是笔记本的 一个重要性能指标 X-Elite的NPU算力是45TOPS YOUGA AR14S 可以在本地不联网的情况下 正常运行联想的 个人智能体小天 保证用户的隐私安全 而且无论是AI画师 还是剪映专业版的智能抠像 NPU都能参与其中 提升运行效率 回到机子本身 YOUGA AR14S的A面设计 与以往不同 居中一个联想的logo 前海背配色 颜值简洁大方 在看见了联想家族式logo名牌造型之后 新的ID设夹 却是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 机身采用了铝合金材质 加喷纱工艺 边缘做了圆润打磨 握持手感细腻舒服 开开位置有一个一体成型的长条盖板 应有前摄麦克风的参数规格 屏幕支持单手开盒 最大开盒角度约160度左右 B面采用了一块14英寸 2.9K OLED的镜面触摸屏 16比10比例 支持9摄子高刷 实测覆盖了100%的D3P3色语 视觉观感通透艳离 亮度方面 9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是488nit 均匀性不错 通过了Display HDR TrueBlack 600 和蓝银低蓝光认证 局部分值亮度最高可以达到756nit C面键盘1.5mm渐程 半高方向 打字手感不错 反馈力度的轻弹 键棒踩入纳米硅机涂层 环节久用打油的情况 键盘两侧正面是双扬声器 加上底部总共有四扬声器 实际音质表现大家可以来试听一下 扩展性方面 机身左侧是两个C口 右侧为摄像头开关 电源键和一个C口 三个C口均为USB4 40Gbps规格 支持DP3.1充电和DP1.4视频输出 虽然说这个接口规格拉满了 但是总体的接口数量相对偏少 日常学习办公的话 那肯定还是要外接一个拓展物才行 机身重量实测1.29千克 60W电源适配器 重174克左右 整体来说轻薄有质感 日常携带没啥负担 接下来是拆机环节 卸下底部四颗螺丝 即可轻松取下后盖 机身内部Yoga AR14 并没有采用主流的牛角式散热设计 而是比较传统的热源偏制设计 核心部件放在了机身右侧 双风扇位于左侧 在跑Cinebench这种满负载应用时 键盘左侧常用的区域温度略高些 数字键123 QW1这块 实测在43.5度左右 人位分贝值是40dB左右 还是比较安静的 当然这个机子日常办公使用是很凉快的 尤其是风扇声 几乎是没啥存在感 配备了70瓦时电池 不过因为PCMark10 现代办公还不兼容ARM的关系 这次我们用全WiFi模式 聊满尼特亮度 连续播放B站1080P 60Hz视频 弹幕开作为参考 90Hz加平衡模式 Yoga AR10CS能够连续播放6小时29分 对比我们工作是日常占用的 两台X86轻薄本 那续航确实要强了不少 而且如果是切换到60Hz加最佳能效模式 则是能够连续播放11小时16分 电池上方为板载网卡不可更换 右侧是2242规格的M2固态插槽 读写跑分如图锁式 没有其他硬盘槽 扩展性能一般 ARPDDR5X版载双通道内存 读取速度达到109.24GB每秒 写入速度是48.5GB每秒 不过目前AIDA64还暂时识别不了L3缓存 软件方面 这次Yoga AR14带来了全新的超级互联功能 可以在PC或移动端上的控制中心进行操作 新增了文件中转站 文件可以在多设备之间零延迟中转共享 平板上的照片视频 能够直接拖着到PC的PS 或者说简易上镜剪辑 鼠标穿越功能 一套鼠件就能控制PC平板多个设备 平板还能当作电脑副屏来使用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新款的 联想小新Pad Pro 12.7了 可选144字高刷舒适品 屏幕抗反射防眩光 同时拥有纸质感的书写体验 没有大塑料支架 拥有全金属机身加JBL四扬 娱乐学习两部 新品即将发布 感兴趣的小版可以关注一波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软件的兼容情况 微软在上个月开发者大会上 介绍了ARM的应用生态 公布了目前已经原生支持 或说转易兼容的应用 微软办公全家统 目前已经是100%支持ARM原生了 大家常用的影音娱乐软件 QQ、B站、爱奇艺、酷狗音乐等 客户端也都能够兼容使用 所以轻办公、视频娱乐没啥问题 最近微软也推出了ARM2 x86的兼容层 PRISM 转易效率对比之前提高了20% 还能进一步提高和X86应用的兼容性 如果你有专业软件方面的需求 或者说经常玩某一款游戏 那么在购买ARM平台的Windows笔记本时 还是得看一下兼容情况 比如说Adobe全家统的话 目前只有PSAR能用 当然微软官方也表示 Adobe全家统年内也会上架ARM原生版本 给我的感觉是今年开啥 Win on ARM的整个软件生态兼容这块 相比前两年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 属于是未来可期 简单小接播 Youga AR10 CS骁龙AI原起 搭载了骁龙X Elite处理器 自研ORM内核CPU 低功耗效的性能表现出色 尤其是续上这块表现优秀 日程轻半功体验很强 2.9K 9设置欧拉的屏幕 加独立四项声器 也应体验出色 缺点主要还是 Windows 4 ARM的软件兼容性能有待加强 另外整机的扩展性一般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Youga AR14 骁龙AI原起的全部体验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关注 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来个吧 好